11月21日晚,著名奢侈品牌杜加班纳 Dolce Ramp,Tap Banner及DG原定将在上海博览中心举办首个大型时装修The Great Show 届时分为三个主题,发布超过100个款式的券新成衣系列 早前陈坤、李冰冰、王俊凯、迪丽热巴等不少明星都被预告会参加此次活动 然而就在大秀即将开启的当天,一段网友和DG设计师在IMS上的真实的话被曝光 大意就是这位网友提到早前DG投放的广告宣传片社群骑士 于是该设计师表示非常不满,正便无果后扑口大骂 甚至说China都是屎 这段陆华对话曝光后,引来无数网友问凯 本来受邀的陈坤、王俊凯、迪丽热巴等明星也都出来表示立场 不会再参加当晚逆境的活动 张子依更是很刚的偏了表情图于一回复,称其自取其俗 而其余明星期威,秦海鲁、鸭子、霍斯叶,也表示纷纷发微博 我爱我最美的祖国 陈坤还被拍到在抵达上海之后,临时返回北京 不出席,释发后 已经大概也感到了失态的严重 于是紧急出面进行公关 和网友对骂的设计师也在INF发文成网铺的对话不是自己所发 以此被倒号 不得不说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洗白的套路还是惊人的一致啊 事实上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奢侈品市场不断升温 中国成为了不少奢侈品牌的重要市场 为了占领市场 各大奢侈品牌都会制作投放 具有地域特色的广告片 并找当地影响力 很大的明星座代言进行宣传 毕竟也是如此 但热气如今自成破端的起因 正是毕竟早前投放的标题为体会吃饭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广告片 在该广告片中 中国模特不仅用奇怪的姿势 使用筷子是Pete的意大利式甜卷 旁白还故意使用中式发音和傲慢的语气 让人怀疑是故意丑化中国 所以一时间在国内社交网站 已来诸多争议 为了避免事件继续发酵 早前BD官方微博已把相关视频删除 但在其Instagram和Facebook的账号上 依然可以看到相关视频 而网友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 才和设计师发生了争取 而面对这一系列的风波 DG最后也宣传取消了活动 回顾整个世界 不得不说 DG是不作不死 如今烂外收场也是十分的难看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